您现在收看的是TVBS新闻台 伊斯兰世界进入了斋戒月 不过加萨地区的战火还是没有停歇 而数据更显示了 从去年10月份到今年2月底 加萨是已经有超过 12300多名的儿童丧命 而这个数字跟另外一个数字 比2019到2022年 在冲突中死亡的儿童人数的总和 已经其实加萨的丧生人数 是比这个数字还要再来得多的 而在加萨就算侥幸生还的民众 也面临到饥荒的危机 像在拉法的联合国难民物资中心 又遭到以色列军防轰炸 本服有用不完的子弹 以色列士兵矛起来朝对面开枪 12345至少5台坦克压阵 以军无后顾之忧继续往前 搜索之余也寻找绝佳攻击点 以军随后搬出监视武器强力 轰向对接 一栋橘黄色箭竹 当场被炸破一个大栋 这栋箭竹锁在位置 就在南部甘尤尼斯哈玛德城一带 以军似乎早就怀疑这里 其他作战影片也能看到 外观雷同的大楼 在一番强力攻击后 以军终于入内搜索 果真在残骸中找到枪支武器 和几具遗体 画面最后 以军甚至从箭竹内爆出 一名受伤男头 带他到安全的地方包扎 这段加萨民众 惊吓狂奔的地点 也能看到类似的橘黄建筑 所有人似乎都在无预警下 仓皇逃命 却不知道还有哪里安全 加萨人斋戒约不得安宁 以色列也不打算缩减攻击力道 除了继续猛攻中南部地区 以色列国防部长再次进到加萨 这次他直接在海边行走 怒呛哈马斯 为了彻底灭掉哈马斯 以色列无所不用其极 最新攻击联合国难民组织 在拉法的粮食中心 事发现场血迹斑斑 工作人员不敢相信这里也会被攻击 以军随后表示因为里头有哈马斯指挥官藏匿 不过巴勒斯坦官员反控 以军攻击连带造成无死22伤 还有一名难民组织员工跟着陪葬 在接约期间加萨人吃也吃不饱 却还是得用尽力气狂追空投物资 他们已经算不清经历多少次的存亡时刻 一名教英文的美籍老师也在战火中逃命 忍不住质问拜登 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地区暴力事件 持续升温 一名12岁男童因为玩烟火就遭乙军枪杀 另有15岁少年持刀攻击 以国警方被击毙 除此之外黎巴嫩也不平静 这辆汽车遭以色列无人机炸烂 以军曝光精准锁定过程 宣称他们成功炸死里头哈马斯高级官员 黎巴嫩真主党也趁机对以哈战争火上浇油 真主党领袖纳斯拉勒在演说中 大呛纳坦雅胡必输无疑 战争实际没有任何赢家 周三有大批民众封锁加州旧金山机场的道路呼吁停火 希望借由让旅客不便表达诉求 他们甚至进到机场大厅举步调游行 在埃及则有媒体人员在工会总部外拿饼皮声援巴勒斯坦 说加萨民众连这样的薄饼都吃不到 然而以哈提火协议还是持续卡关 斡旋方卡达和美国继续努力 只盼在斋戒约结束前达成共事 而恶务战场上现在也还是烽火连天 乌克兰是出动了无人机去攻击俄罗斯的好几座炼油厂 而俄罗斯则是锁定了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的家乡 发射了三枚飞弹攻击 是酿成了三死四十四伤 而之所以要加大攻击力度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要帮竞选连任的普钦 来拉抬声势 而普钦他也同时再次向西方世界发出警告 强调俄罗斯已经做好发动核战的准备 一抬头就看到无人机呼啸而过 紧接着 远方的厂房突然大爆炸 背景还不断传出防空武器的开火声 另外一个角度也被人拍到烟层附近爆炸巨响之后 厂房之陷入火海 火势如此凶险就是因为这里是俄罗斯石油公司 最大的一座炼油设施 产能占全国约5% 已经是两天以来乌克兰第三度偷袭俄国的石油设施 无军的无人机这次袭击的零油厂位于俄罗斯的栗山 距离乌俄边境330公里 首都莫斯科在100多公里外 无军的长城无人机确实能达到这个范围 俄国总统普清酸乌军是狗急跳墙 更不客气展开暴风 乌克兰东北部边境的苏梅这五层楼的公寓 就深夜遭到无人机击中 不仅几乎被大火吞噬 部分建筑物倒塌 超红队赶紧救出遭到火埋的居民 至少两人罹难 八人受伤 更不乐观的还有乌军的前线 东部战线马林卡附近乌军在城镇废墟中 展开激烈的巷战 前方后方 头顶上全部都是威胁 他们就差一点被炮火击中 眼看乌军处于挨打的劣势 欧盟也终于点头 援助乌克兰1723亿台币 美国也挤出95亿台币的装备武器 全部军援的时机非常敏感 因为本周五俄罗斯即将举行总统大学 寻求连任的总统普京接受官媒专访 警告美国千万别来淌浑水 接着又毫无意外 普京再度打出核武恐吓牌 有事没事喊一下核武来了 西方还吃这套吗 普京这话其实是讲给自己人听 外媒就分析认为俄国经济体质又不好 民众敢怒不敢言 普京扮演救世主来巩固统治的正当性 事实上普京要输还比要迎难 因为跟他竞争的另外三个人 包括民族主义分子 共产党员跟商人都是支持入侵乌克兰 人权团比就批评这三个人都是营造民主假象的假球员 然而俄国外交部还指控美国要攻击俄国的电子选票系统 竟然还怕美国来戒选 CN就忍不住开核 俄国式的民主还没选也知道又是普京再执政六年 TWC怎么到 美国的登月计划又向前迈进一大步了 这是马斯克旗下的SpaceX新舰火箭正式升空了 是在稍早进行第三度试射 而且已经成功升空 更多讯息我们交给记者张正安 画面上可以看到火箭成功点火缓缓升空 马斯克旗下的SpaceX第三度挑战星舰超重型火箭的试射 台湾时间今天晚上9点25分左右 从德州的太空基地顺利升空 也就代表了全世界体积最大的火箭成功飞向外太空 进入太空后火箭的33个猛津引擎都正常运作 回应机也成功拖落返回地球降落在墨西哥湾 目前火箭上截的引擎也完全燃烧 星舰正在太空中翱翔 预计将从印度洋上空的大气層重返地球表面 今天的发射因为天后因素延迟了一个多小时 事实上这是SpaceX第三次试射 前两次飞行测试最后都以爆炸收场 因此这次的发射备受关注 SpaceX在官网上表示虽然前两次都失败 但实现了许多重大里程碑 并为继续快速开发火箭 提供了宝贵的数据和资料经验 果然这次就成功升空 SpaceX的发射实验是为了将来重返月球预作准备 这次成功发射也让美国的月球计划 跨出重要的一步 而至于在古巴呢 现在是面临了非常严重的经济危机 这通货膨胀呢是高达了七成 而燃油价格也是暴涨了五倍 因为经济太过萧条 不少人选择离开 有30万人偷渡到美国 各色复古跑车行驶在古巴哈瓦那街头 这大家印象中的古巴特色 现在成了古巴民众的哀愁 加一次油的钱可能比整个月的月薪还要高 古巴政府从3月1号开始将油价调涨五倍 导致民怨沸腾 民众加油只能无奈看着数字一直往上跳 越来越多人改骑脚踏车上班 原本已经很拥挤的公车 现在更是根本挤不上去 通行费用可能还高过月薪 而且移动油价等于几乎各个产业的能源成本支出 都会上涨 像是这一位从外地运果菜进哈瓦那摆摊的菜饭 只能含泪吸收成本 明知会影响民生为何还坚持涨油价 那是因为古巴政府的财政赤字逐渐扩大 过去从燃油到蛋跟糖都有政府补贴的时代宣告终结 以油价来说在三月以前 古巴汽油每公升是25匹索 现在调涨了5倍至132匹索约5美元 但是古巴民众的平均月收入才在16到17美元之间 等于每公升的油价支出就占比将近三分之一 政府要求民众共体时间 但是对古巴人来说 这四年来这句话他们听够了 每到傍晚下班下课时间就停电 哈瓦那外围的城镇贝狐卡尔陷入一片漆黑 停电已经变成了他们的日常 美国对古巴的禁运实施长达64年 再加上川普执政时期 还加码对古巴的雪茄以及烈酒疏美 旅游等等进行了贸易禁令 让古巴本就衰弱了经济 在役后更难以复苏 也因为燃油和粮食都高度仰赖进口 是以美元计价的 在去年古巴货币批索 重变50%以后 对美元更是弱势 尽管总理还一度为此发飙 一席话暗示要害美元脱钩 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是古巴经济常年都靠观光消费来支撑 唯一一个亮点就是文明世界的古巴雪茄 今年3月初举行的雪茄拍卖 中国大陆买家是非常捧场 而古巴知名的哈伯斯雪茄 也预测2024销量会更好 除了靠本身的观光吸引力之外 古巴在外交上持续拉拢俄罗斯和中国大陆 不过想要借此突破重围 恐怕还是很困难 经济常年不振 再加上如今30%的通膨 古巴经济惨到引发出走潮 每天在各国使馆外是大排长龙 而偷渡到美国的移民数量更是暴增四倍 通通涌向美墨边界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而对岸大陆的危机是失去制造业的出走潮 其实这是何硕董事长佟子贤他就直言 虽然大陆目前角色还是很重要 不过未来5到10年内 可能会有7成的制造业离开大陆 往墨西哥 越南 印尼甚至是东欧发展 民生消费指数通缩 地方政府债台高竹 房产泡沫化股市又崩盘 从日常民生到整体经济 中国大陆在疫情之后面临的棘手问题 一个接着一个 支柱之一的制造产业 也正悄悄发生变化 根据大陆官方资料 大陆医院制造业的PMI来到49.2% 虽然跟前一个月比起来 回复回升0.2个百分点 结束了三个月的持续下滑 但是仍然低于外接预期 加上连续四个月低于50的融合线 都显示大陆制造业持续不景气 整体经济依旧疲软 方面在海外 在国际上面的话 是面临到美国跟他的贸易脱钩也好 或者是在科技上脱钩 再加上一个全球里面的话 是险境国家 不断在提高 或者维持一个比较高的利率 目的是要打通膨 所以造成一个全球里面的话 是外需市场里面减缓 很少有一个国家 然后他所有的叫全产业链 他都有的 现在但是在中国里面 现在又面临到一个挑战 很重要的一个挑战 就是他人口红利慢慢消退了 然后他现在在人均GDP 又已经超过了1万块美元以上 所以他已经进入到中等收入 然后也面临到转型的一个情况 各种不利因素集结 对大陆经济复苏前景 猛上阴影 合作集团董事长佟子贤更直言 中国大陆作为全球最重要的 制造基地角色不会转变 但分量会减少 预期未来5到10年 制造业有7成会离开大陆 并且朝往墨西哥 越南 印度 印尼 甚至东欧发展 而留下的三成为适应当地成本 与环境生态的制造厂商 大陆最大问题现在是人口红利没有了 他的工资已经比一路一带的 这些国家要高了很多 基数比较密集的产业还有竞争力 但是其实非基数密集的传统产业 生产第一会造成环境保护的受损 中国大陆对环保要一直也抬头了 所以从珠江三角洲到长江三角洲 这10年来的台商跟外资核资事业 其实陆陆续续都往东南走 所以台商春江水暖压限制 他们这个环境特别快 看看过去二三十年 对台商而言 大陆绝对是最重要的地理版图 但随着大陆的主观因素 跟全球客观环境的变化 不仅制造业版图悄悄发生变迁 在半导体与先进制程 产业发展上也有所牵动 在考量到因为美中科技战 那么美国针对于中国各项的科技 特别是在半导体业进行重重的一个管制 再加上中国本身也历经了 包括政治上的一些动荡 一些结构性调整的问题 所以也造成了那么国际的这一些科技业者 那么似乎有逐步的 那么将这个生产基地 那么转往其他的一个地方 那甚至在陆继自己本身 也开始寻求下一个生产的一个基地 从疫情到政治 世界供应链仅仅被牵动 放眼中国大陆 未来经济发展与产业的转移也躲不了 在台湾医生常被视为高薪的职业 不过医界也澄清了 这所谓的健保给付点数 跟他们的所得是不直接相等的 还要扣掉像是检查 住院申报和药物费用 新冠疫情期间 儿童重症的医疗资源相当吃紧 凸显重症儿童病床 和专科医护紧绷的现况 在20多年前 每年有大约40万新生儿 2023年只剩13万多人 少子化让很少年轻医师 愿意走儿科 让儿科住院医师招募相当困难 招募率只有79.2%不到八成 是内外妇儿及五大科中 最惨的科别 也因此有医院连主治医师 也得在第一线值班 而其实外科妇产科等等 现在也是苦哈哈 以拥有众多权威医师 和丰富教学资源的龙头台大来说 也面临外科部招募住院医师 招募满的困境 我们询问医学系大六学生 他们马上就要进入PGYY 也就是第一年住院医师 我目前偏套的是走内科系 主要是因为在这边的话 内科风气很盛行 老师也非常厉害 所以在这边选择内科系的话 会获得非常良好的实习机会 以目前来说的话 最热门的应该算是小科方面 像是皮肤科 眼科 骨科 附健科 我就是对外科系 可以动手的比较有兴趣这样子 对 我目前可能对泌尿科 或者是我也不排斥走一般外科这样子 一个当然就是说 它的开刀时间比较长 就是说你可能进手术室 可能一天 可能一天 如果像一些大刀 可能要六个小时八个小时 然后再加上查房这些的 对对对 当然大家会觉得说 外科工时比较长 所以大家会觉得说 会比较排斥这样子 外科工时长 还有面临医疗纠纷的风险也高 也是有些年轻医生 却步的原因之一 这两年实际下来 我会比较偏向要走 就是内外兼具的科 就是因为我同时对 就是因为我喜欢动手 对 但又想说就是兴趣比较广泛 对 目前是不是对泌尿科 比较有兴趣 像外科的话就是 就要开刀 要长时间站着 那可能有一些像神经外科 可能就要开一次脑 就要开十几个小时这样子 有一些特别长工时的人 那其实薪水也没有到特别高这样 外科的薪水其实没有特别高 难免影响年轻医生选择 根据111年 西医门诊各专科申报资料显示 内科点数最高 其次是复健科 泌尿科 至于小儿科 妇产科 病理科 麻醉科 则排在末段班 不过健保点值 也无法视为医生的收入 其中还包括支付科内护理师 及医事人员等人事费用要扣除 而主治医生的平均薪资 大概月薪是32到35万之间 但不同医院和科别也会不同 而现在年轻医生最爱的科别 是复健科 皮肤科 眼科 因为不用轮班 容易开业 不像是过往医生的热门科别 是外科 内科 妇产科 儿科 现在大概都是五官科 大概最常就是皮肤科了 皮肤科一直是非常热门这样子 最近几年大概都是很多医学院的第一名 大概都会选皮肤科这个部分 人越不够的时候 其实你的风险就是越来越高 负担也越来越重这样 但是在国外其实他们就是 像我之前去美国 他们就是我们十倍的人力 一样的闯述 十倍的人力 所以中间可以适当的休息 适当的调整 那就不会我们几个人这样哭哈哈 就是非常一直值班 台大儿童胸腔与家户医学科主任吕丽利 在家户病房二十多年 现在人是24小时uncode状态 他非常担忧 当他们退休后 谁来撑住儿童重症 我们觉得基本重症 应该要照顾的这个面向 我们不能让他垮掉这样 那不然的话其实 你要找重症 就算你可以去美国 你来得及去吗 以前我们的医疗都不考虑风险 他没有因为风险高 就把给付增加这些部分 还有风险高的时候 更需要一个团队 大家一起来照顾 所以那个人力的需求 其实也是高的 这个东西的风险转嫁 要个人就变成那个人就是 倒霉就遇到什么事情 然后那个人可能就 这个医护人员可能就会因为 这些很不幸的这个事情 然后就觉得很难做下去 国家必须要将重症的风险高的科别 提高给付 给予足够的人力 让年轻人愿意走这些科别 而不是只以救人的天职 希望年轻人牺牲奉献 别让重要科别出现断层 TVBS新闻 张正恩王一杰推不打 台湾的卖场或是商家 现在常常有几点的活动 也之后会给消费者实质的折扣回馈 来打造出高年着度的会员体制 不管吃的用的 闭一下就可以马上带走 看似稀松平常的消费模式 其实进一步细看 正悄悄出现变化 消费之后扫描自己的会员点数 就会进到自己的户头 而这个点数在下一次消费的时候 还可以当成现金来折地 像是这样子的点数经济 在全台已经形成了 非常大的规模 以这间连锁超市来说 每年所发出的点数价值 就高达10亿元 在消费的同时 又能帮自己省到钱 开通兑换电池品牌福利点数 还不仅限于内部通路 消费累积的点数 就可以用于配合的 230个品牌 21万个支付据点来使用 其实我们给点数 跟给折扣是两个不太一样的事情 虽然成本差不多 好比说我们100块打8折 折了20块钱 这20块钱有时候折掉的时候 消费者也不知道 就莫名其妙要省了钱 但是我如果给他 比如说价值20元的点数 这个点数放在他的钱包里 他会觉得说 好像买越多赚越多 点数越升越多的时候 这些点数又可以回到 我的卖场里面 也因为这样有感的 点数的一个发放 他会再次来消费 所以形成一个小小的 一个货币的生态圈 然后我们也更能够了解 消费者的一个消费行为 当点数在消费应用日益普及 这样的机制 也逐步从企业 自由体系的回流使用 走向跨品牌 跨通路 甚至跨境的大型经济圈流通 包含全联在内 台湾共有八家零售或电商企业 旗下会员基础突破千万大关 有体系内专属点数制度的 MOMO购物网 虾皮购物 以及东森购物网 采取开放性点数经济圈策略的 则有远东Happy Go PC Home 全家便利商店 以及这一家 有会员吗 有 Open Point会员 2023年Open Point经济圈已经跟全台超过300家品牌通路 20万家特约商店会员累积已经达到了1700万名 等通有超过7全的台湾人都有加入 根据统计 2023年会员跨通路使用点数 折迪消费金额已经超过10亿元 而这样的点数经济发展趋势还没停 看看常被台湾零售产业当成重要参照指标的日本 根据相关研究所调查 2023年日本点数服务市场规模 已经达到了2.6兆日元 相较2022年增长了6.1% 预估到了2026年 市场规模将会突破3兆日元 换算台币将近6300亿 那当然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很多的会员都是重叠 那时候他第一个会看就是 我今天同样要花一笔钱 哪一个点数是比较有价值的 当然这个品牌 它本身所提供的产品级服务 是不是他所需要的 还是说他可以更长期的 让消费者去使用 这些都是业子要去平衡的 因为在这个所谓的支出成本上 其实点数在某个情况 它还是有成本 如果今天它这个成本过高的时候 他就可能很难以在短时间当中 去做这个所谓的兑换 但如果说他这个时候 没有推出比较好的产品 去做兑换或者是加购 消费者就会觉得说 它的吸引力降低了 所以在成本跟这个消费之间 要去平衡是很重要的 随着科技进化与普及 以点数打造全新的经济圈 不同以往的消费模式 也正在蓬勃发展 越新闻中的荣成文越台北 采访报道 民法的成年年龄 去年下修到18岁 所以如果5月份 如果您有子女要申报 亲属抚养的话 千万要注意年龄的部分 每刀报税季 民众仔细计算自己的税额 该找的不能少 但能结税的也不会错过 由于法定成年年龄 从2023年起下修至18岁 因此申报去年综合所得税时 必须留意子女年龄 是否已经成年 我觉得对我来说影响不到 因为其实18岁跟20岁 其实这个年纪都还是在念书的期间 那通常既然还在就学了 家长都可以把它列为抚养 不管他是没有在打工 那还是因为他在就学的这个部分 所以他还 还是我可以把它列为这个抚养 由于台湾目前普遍学生 大多都会完成大学学业 因此只有少部分的家长 会受到影响 我目前有两个小孩了 那老大已经16岁了 老二现在还在国中 对那等到他们毕业 通常因为我们基本上 应该都是大概到大专校园才毕业 就是22岁以后 才会考虑到他们的这个报税的事情 法定成年年龄 从20岁下修到18岁 考量的原因是因为现在网络科技发达 再加上大量的资讯普及 因此现在的青少年身心发展 还有主观意识 也和过去的时代不一样 而因为成年年龄下修至18岁的缘故 2024年宣报综合所得税时 要留意子女是否已经成年 除非还在校就读 或是身心障碍 又或是无谋生能力才符合抚养资格 以子女为例 刚好她年满18岁的话 那这个年度比较特别 因为身份是子女 所以爸爸妈妈还是一样 可以申报抚养她 但如果是兄弟姐妹 或者是其他亲属的话呢 那在当年度 112年度她有年满18岁 那她一定得要满足 就是在校就学身心障碍 或无谋生能力 这其中任一个条件 才可以给纳税医务人申报抚养 税额的计算会受到成年的定义的影响 比如说的税免税额 以前是20岁以上 你就可以享有免税额 现在就是18岁了 另外一个就是遗产税 它扣除额 是每个未成年的都有个定额 那离成年的年龄的差距 它都呈上了免税额 例如死亡后 已有一名19岁以及12岁的子女 其中成年的孩子 只能扣除56万元 但另一名距离18岁成年 还有6年 因此每年可在家扣56万元 扣除额就达到392万元 最后家总可列报的 直系血清悲亲属扣除额 就是448万元 税收影响应该不是很大 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就是 我们刚刚讲过 这个定义的下修 因为现在所谓的成年 18岁成年 其实大部分都在就学阶段 只有差别的话 仅多就两年 对政府两年的差别 财政部还有我们的国税局 还有地方政府的税金机关 要多宣导 这个成年的定义 对他的所得税 遗产税 赠予税 还有房屋税 地价税的印象 不过2024年报税新制要注意 包含一般免税额 从9.2万元调升至9.7万元 另外标准扣除额 以及特别扣除额也同步调升 我们有新增就是 查掉资料税额估算表 那民众在进入到报税系统之后 可以多加使用这个功能 可以马上知道 在最基本的资料的情况下 他要缴多少税 或要退多少税 那我们在去年是办了 网络申报的附件上传功能 那今年正式的就是上路 除了有全新的手机报税3.0 也新增超商现金缴税功能 等到5月报税季来临 纳税人可以多加利用 TVB新闻 领养男谢丹 此太报道 台湾每9个人当中 就有一个人有慢性肾衰竭 问题就出在加工食品上 油脂过多缺乏纤维 营养价值实在太低 台湾2300万人口中 约有250万人患有慢性肾脏病 过高的血糖血压是主要原因之一 关键在于肥胖摄取过多油脂和热量糖分 事实上血压与肥胖有关 过多盐分摄取会导致血压升高 为预防三高症状 必须控制体重 均衡饮食以避免慢性肾脏病发生 肾脏是三高的受害者 根本的病因是三高所导致的 所以如果是血压血糖正常的话 那肾脏就会有一个健康的环境 它的压力不会有压力 然后它的环境不会太甜 所以这时候肾脏的细胞就运作得比较正常 那也会减少这个肾脏病的产生 有慢性肾病的民众必须要知道 糖尿病高血压痛风 或者是家里有人有肾脏病史 或者是长期服用药物的患者 这些都是肾功能会变差的 一些高风险因子 那我们一些日常要注意的保养方式 包括如果你是有半性病的病人 你要控制好你的血糖 血压 那饮食我们会建议要少油 少盐 少糖 那我们会建议病人多吃纤维 多蔬果 多喝水 美国肾脏病期刊发表大型世代研究 最终2600多人饮食习惯 对健康的影响 发现吃越多超加工食品 肾脏病恶化和死亡的风险就越高 所谓超加工食品指的是 经过种种的处理之后 让食材产生化学和物理变化 并且加入许多防腐剂 联酌剂 乳化剂等人工添加物 简单来说 你已经看不出食物原本的样子 比如玉米经过各种加工之后 变成玉米片 马铃薯变成榨薯条 麦子变饼干 牛奶变成冰淇淋等等 食物变得好吃 方便 能快速取得 但是代价是无形当中 你会吃进大量的盐 糖 油 长期吃这样的食物容易造成肥胖 而增加肾脏的负担 台湾的慢性肾衰竭主要大概是 最常见还是糖尿病 高血压 有一些人是慢性的肾氏球肾炎 另外有一些可能是一些 先天性的遗传疾病所造成的 最主要恶化的原子还是 绝大部分都还是这些 慢性的疾病没有办法控制好 所以造成的肾脏的后遗症 建议成人每日纳总摄取量 不宜超过2400毫克 买食物的时候可以稍微看一下 包装上的营养标示 食品添加物也含许多无基磷 比天然食物里的有基磷 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肾功能不良者的肾脏排铃能力不足 若曝露过多高磷食物 将导致血管钙化以及死亡 风险增加 长期吃超加工食品 也可能会影响到肠胃里的菌虫 让体内的发炎反应增加 尿毒素制造和吸收变多 进而导致肾脏病恶化 如果本身是有高血压 有糖尿病的话 其实血糖血压都要控制到我们要的范围 因为我们也知道说高血压糖尿病 其实都会影响了我们肾脏功能 一定要定期抽血 验尿 至少三个月一次 针对我们慢性肾脏疾病的饮食预防 首先我们可以低蛋的蛋白的使用 像是肠尽量使用米粉或者是冬粉来取代白饭 另外的话糖类的摄取要尽量控制住 文明的社会有这三高的文明病 所以主要的问题都是吃太多动太少 所以应该就是我们应该要控制良好的体重 然后吃东西要忌口 那我们如果说这个吃东西是在存钱的话 那我们一直都在存钱 可是没有花钱 花钱就是要运动 要把这些吃进去的热量把它消耗掉 肾脏科医师提醒有慢性肾病的民众 必须要知道糖尿病高血压肥胖 有肾脏病家族史 以及长期服用特定的消炎止痛药物 都是会让肾功能变差的高风险因子 绝对不可轻忽 TVBS新闻李明辉 陈如环 肖英强 蒋志伟 台北采访报道 台湾的营养午餐在中小学普及率高达了9成9 现在有学校是启用了智慧厨房系统 来监控锅炉出水的温度跟厨房的温湿度 也能够自动整合数据分析来增加管理的效率 拿了餐盒依序排队 领着每一项目的菜 这是校园营养午餐日常 现在更有智慧监控跟管理 是每天学生进取营养的关键 包含产地来源都很重要 每个月都一定会召开一次午餐供应委员会 那在这个供应委员会上面就会把菜单拿出来 那群组里面就除了学校成员以外 也有家长在里面 还有营养师 所以大家就会一起讨论这个午餐的菜单 新竹的把关学生营养午餐 为在景美地区的新德国小 营养午餐采地区群组同一公益 同一由景美国小发送 每一天的午餐营养量都有专人制定 运送时间掌握快速 让学生在中午中响敲响之前 能够吃到热腾腾的午餐 随着校长跟主任脚步来到校园顶楼 碧绿的轻充是学生作品 学校不只在营养午餐把关 也通过各种食农教育 让学生了解营养午餐的食材来源 其实我觉得在台北市来说 我们的算是已经很有规模了 但是我觉得如果说大家能够统一 有一个法令的就是规范的话 我相信大家会更清楚 各项因为地区位置不同 供应无养午餐的方式也有不同政策 台湾市府推出免费营养午餐满一年 市区内大组国小 推动智慧厨房监控系统 还有电子巡检系统学校 今年预计在规划 十所学校设置智慧系统 至于偏乡地区 行政院核定推动 偏乡学校中央厨房计划 透过送餐智慧管理 全程GPS定位 AI管理路径等辅助 提升学生午餐熟食供应品质稳定 新的国小目前采取七校联合运送 整体运送效量 在北市属于前段班 吃午餐怎么样可以吃的 营养跟健康 所以有一个专法 可以让整个学校也好 家长也好 整个社会一起来关注这件事 所以它是很有必要的 营养午餐在中小学普及率 高达9成9 俄福联盟做出2023年 国中生校园餐饮调查 在营养午餐评分 选择50分占比最多20.4% 22.9%的学生 给出80分以上分数 然而小于40分的 有36.2% 平均分数51.3 不及格 显示国中生对营养午餐的满意程度 股票不高 团餐公司它在提供的餐里面 有一些油炸过多 或是主食淀粉含量过高 甚至一些烹调上的 含糖的成分比较高 种种的情况 这些的管理 目前来讲恐怕都还是 没有办法做很实质的 来管控的部分 那自己学校的部分 孩子他挑食一些比较蔬菜类的 他不吃或是其他一些不喜欢的 他就不吃 所以在饮食教育上面 确实也是目前需要高度来努力的 有鉴于营养午餐相当重要 食材挑选 营养成分 食安控管都需要统一的法规管理 营养午餐管理专法更显重要 立委党团将学校公餐法作为优先法案 提出三大建议 包含制定专法统一规范 统一范畴跟陈储 第二是因地质疑 关怀偏乡 制定多元方案 配合各地实际运作状况 第三则是寓教娱乐 饮学教育 让学生了解来源 增进食物的选择能力 营养午餐天天都得吃 透过智慧管理相关专法设置 食安营养观念彻底落实 TVN新闻 庄启文 花生生 蓝月明 台北长保报道 我是女人我最大三月封面人物观影 时尚趋势 明星 动态 都在女人我最大APP 赶快来下载 还可以抽我的独家签名单